提起我国上古时期的著名人物,相信除了人文始祖皇帝,炎帝等人之外,许多人最先想起的会是姚、顺,余等杰出的部落联盟首领,由于才能过人,德行出众,姚、顺二人被后人列入三皇五帝,然而,姚、顺,余三人家喻互相,与他们一起被称为上古四圣的高余,却没有那么高的知名度,那么,这个高余到底是何许人也,高余遭遇又是怎样的故事? 这里是小豆芝历史,订阅我,小豆芝带你探索更多神秘的趣味历史,出生传说,很久很久以前,公元前二十一世纪,金鸿铜县甘亭镇是诗村,帝绍号之女女,修正当华年,她相貌美丽,勤劳善良,有一天,像往常一样,天方西微,她便早早地来到家门口,一颗巨大的黄莲幕下,开始了一天的工作,仿线织布,仿呀,织呀, 女修始终沉浸在劳动的愉快之中,突然从东方飞来了一只巨大的玄鸟,漆落在黄莲幕上,吸引着女修好奇的观看,只见这只大鸟在树巅上下腾飞,震动着闪着灵光的翅膀,隐含高歌,好像在和女修倾诉中场,女修也似乎听懂了玄鸟话语, 不住地点头,脸上酿起幸福的光芒,日上三感,玄鸟终于安静了下来,浮在黄莲幕上,用尽气力,分面下一颗巨大的鸟蛋, 女修眼急手快,稳稳地接在手中,捧在心上,此时,玄鸟腾空而起,绕着黄莲幕飞了三圈,然后高叫一声,恋恋不舍,又飞回了东方, 女修捧着玄鸟蛋,望着玄鸟飞去的地方,好久,好久,女修回到家中,和谁也没有说起早晨发生的事, 她把玄鸟蛋小心翼翼地供放在暗头上,然后焚香沐浴,一切准备停荡,她又把玄鸟蛋捧在手中, 口中念念有词,送到了一炷香的时间后,她奋力张开袖嘴,艰难地将玄鸟蛋和壳吞下,时间一天天过去, 女修的肚子也一天天增大,家人问起女修,女修什么也不说,照常仿线之故, 脸上始终酿着幸福的光芒,时间过去了二百八十多天, 女修感到腹中躁动异常,便焚香沐浴,静静地躺在床上, 玄鸟又从东方飞来,漆落在黄莲树上,上下盘旋,隐行高歌,守望着女修的闺房, 傍晚时分,一阵剧烈的腹痛后,女修诞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, 只是这个婴孩相貌奇特,脸色泛轻,嘴巴凸起,像鸟惠一般, 家中人都以为此子是个怪物,只有女修心中有数, 她站起身来,抱着血气盎然的孩子, 对一黄莲墓上的玄鸟攻了三攻,玄鸟大叫了三声,然后震翅而飞, 女修为孩子起名为姚,自庭间,她精心地教养着姚, 使她成为一个学识渊博,善变是非的人,高姚躁, 高姚主张伐福其次,赏言于事,诱过无大,行故无小, 伐疑为轻,公疑为重,这段话的意思是, 一个人犯了罪,不应该诛连她的后四子孙, 如果赏功,就应该世代不疑, 对于过世犯罪的,即使严重一点,也应该从宽处理, 对于故意犯罪,他们也要从严追究, 对于犯罪事实有不清楚的,处断一定要从轻, 对有功于国的人,虽事实有可疑处,也应该从有赏赐, 这段话真是精疲入理,这一闪耀着朴素的辩证法光辉的刑狱思想, 对于今天的法律工作者来讲,也是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的, 据说高姚非常善理预送,当了史诗后,遇上疑难的案子, 就让神兽卸制这就是独角兽, 一角处不执者,独角兽顶了谁,谁就输了,官司, 高姚为人聪慧且公正,因此在姚帝,顺帝之时, 长期担任着掌管刑狱知识的事实,作为司法者, 高姚倡导民行弊教,以化万民的理念, 也就是将刑罚与教育相结合,一方面以刑罚和惩戒来警示万民, 一方面以法治思想和道理来教化百姓, 从而达到减少犯罪,维护社会安定的目标,此后的数千年里, 历代执法者尽管也有着各自的思想, 但总体上无不是沿着高姚指明的方向不断前进, 因为奠定了后世的主流法律思想,高姚被尊为中国司法师祖, 其实,他的思想并非只影响到了法学界, 高姚提倡将人政思想与法治思想结合, 以达到社会和谐,天下大致的目标, 他心武教,定武理,创武行,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姚文化, 这种文化宣扬人,武德,法,礼,教等思想, 对春秋战国时期,独家,法家等流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, 都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, 卸智绝育, 传说高姚使用一种叫卸智的独角兽来绝育, 这种卸智有点像山羊, 但他只有一只脚, 据说他有分辨取直, 确认罪犯的本领, 高姚判决有一时, 便将这种神异的动物放出来, 如果那人有罪, 卸智就会顶触,无罪则否, 史书上说,高姚为大理, 天下无蔑刑,无缘欲, 这一传说无法考证真假, 但卸智作为中国传统法律的象征, 受到历朝的推崇, 实在春秋战国时期, 卸智官在楚国成为时尚, 秦代执法御史也戴着这种帽子, 到了东汉时期, 高姚相与卸智图, 成了衙门中不可缺少饰品, 而卸智官则被冠以法官之名, 执法官也因此被称为卸智, 这种习上意志延续下来, 清朝史,监察御史和暗查史等监察司法官员都一律代谢之官, 穿前后接袖有卸智图样的补服, 所以一直以来, 独角兽都被当作历代王朝刑法和监察机构的标识, 遗憾去世, 大宇担任部落联盟首领后不久, 高姚便以106岁的高龄去世, 已经身居高位的大宇, 面及高姚当初协助自己治水之功, 便将其后裔封在了英六等地, 也就是金安徽陆安一带, 如今陆安市内还有一个高姚社区, 就是因高姚葬身于私而得名, 相传, 当初大宇还曾经任命高姚为自己的接班人, 但高姚先于他去世, 他这才改立了博弈为继承者, 相传, 高姚曾经写成了我国古代第一部关于律法的条例典籍, 御典, 由于条件所限, 这部意义重大的典籍在体, 居然是树皮, 另外, 传说高姚还饲养了一头名叫谢智的神兽, 这种神兽形似山羊, 但只有一只脚, 能够辨别是非屈指, 一旦分辨出罪犯, 便会用脚将其顶倒, 据东汉思想家王冲的论行记载, 汉朝时, 衙门里便会供奉高姚的塑像和谢智的画像, 以示司法公平公正, 除了上述的这些贡献之外, 高姚还被认为是理性的始祖, 相传, 当初高姚及其后代都被任命为掌管司法的理官, 渐渐的, 其后代以官职为姓, 便都姓了李, 商朝末年, 担任理官的高姚后人李旨, 因为惹恼了咒王而被杀, 其子李立真仓皇出逃, 在途经依侯之虚时, 即可难耐, 靠吃树上的果子, 才不至于饿死, 经过一番逃亡, 李立真逃到了苦县, 也就是今河南路易一带, 为了表示对树上果实, 及穆子的感激, 他便将姓氏的写法, 改成了上木下子的李, 众所周知, 唐朝皇室以道家学派创始老自立尔为祖先, 唐高宗还曾经加封其为太上玄元皇帝, 在高宗之后, 唐玄宗曾于天保二年743, 追任高姚为先祖, 并追封其为德明皇帝, 综上所述, 高姚的历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, 他早在姚, 顺时代就身居要职, 掌管天下刑御, 后来更是被大禹定为继承人, 在任期间, 高姚不但完善了法治, 促进了社会安定, 还提出了德制, 法治相结合的先进思想, 在日后魏儒家, 法家等学派提供了思想养料, 早在论衡当中, 王冲便表示, 五帝, 三王, 高姚, 孔子, 人之圣也, 由此可见, 东汉时期高姚的地位已经羽姚, 顺, 孔子等圣贤并列, 作为我国司法始祖, 高姚不但以思想启迪后世, 还开创了李这个大姓, 将其列入上古四圣, 可谓实至名归, 伟大的爱国世人去源在离骚中, 圣赞高姚的功绩, 汤语言而求和兮, 智就姚而能调, 智是伊尹, 汤的贤相, 就姚即是高姚, 试一试, 成汤和夏宇都能和帮助自己治理天下的人相经相合, 伊尹和高姚也能和他们的君主合中共计, 孟子, 藤文公上中, 也记载着大文豪孟科的热情歌颂, 姚以不得顺为己忧, 顺以不得语, 高姚为以忧, 诗仙李白也复诗欧歌, 何不令高姚雍毁清八级, 直上青天扫浮云, 希望高姚复出, 扫尽天下一切罪恶和不平, 由于高姚治愈功绩很大, 影响深远, 自古以来的监狱都把他奉为玉神, 建庙造像, 不论玉立还是犯人, 都要向他顶礼膜拜, 博宅篇中就记载着, 金州县玉接立高姚庙, 以十四支盖字汉已然。